一起谋杀案,牵扯出了个潜藏十年的秘密 两男一女,在一座房子内居住了近十年之久 然而,丈夫却始终不知道另一个男人的存在 今天要讲的是有关一个女人和多个男人的故事 事情的离奇程度堪比好莱坞电影 本来这一切都被隐藏得天衣无缝 即使最后发生了命案 警方也没能查清楚事情的真相 但最终却因为一位关键证人的出现 让我们一切大白天下 那么围绕这个女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起案件究竟有多么的离奇呢 下面我们就穿越回1922年 带大家重新梳理一下这起案件的细节 提起洛杉矶 相信很多人都会立马联想到 各种好莱坞大片以及很多国际巨星 除此之外,它也是一座环境优美的城市 气候四季宜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是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 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拥有超过130公里的海岸线 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里 1922年8月22日晚上 美国洛杉矶那家警局电话突然响起 值班警员接起电话 电话中传了一个老夫人的声音 说他家隔壁的房子传来几声枪响 可能是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希望警方赶紧过来看一下 警方迅速派出两名警员前去查看 当来到传出枪声的房子之后 房子里面出奇的安静 警员不敢放松警惕 轻轻地推开了门 当走进房子的时候 瞬间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了 只见客厅的一名男子倒在雪坡之中 早就已经没有了呼 袭身中三强 就在警方准备对案发现场 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查室 屋内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呼救声 还伴随着很大的撞击木头的声音 警方寻着女子呼救的声音 来到了一个衣柜面前 很明显女人就在这个衣柜内 而衣柜的门室从外 袁准备撬开锁时 发现一把钥匙 就放在桌子上一处很显眼的位置 警员拿起钥匙 尝试着去开锁 果然打开了 被困女子顺利地被救出 女子出来之后 看见倒在雪坡中的男子 顿时吓坏了 一直在哭泣 稍作平静之后 她说自己叫多利奥斯特瑞西 倒在雪坡中的男子 就是她的丈夫 弗雷德奥斯特瑞西 警方询问多利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利说 今天我和丈夫从一个聚会上面回来 回家的时候一切正常 当我在衣帽间换衣服的时候 门突然被人从外面给锁住了 我还以为是丈夫弗雷德 在搞恶作剧的 结果却听到 外面有打斗的声音 接着就这几声枪响 然后在一连串脚步声之后 家里就变得一片死寂了 估计丈夫是发生了意外 但害怕凶手还没有走远 所以一直不敢呼救 直到听到警员的对话声 才敢大声求救 随即警方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发现了以下这些线索 线索一 凶器 弗雷德先中三枪 房子的天花板上也有一个枪印 经过对现场找到的弹壳进行核对 确认了凶器是点25口径的手枪 而且还剩两把手枪 不过现场没有发现枪支 很显然凶手将枪给带走了 线索二 丢失的怀表 警方起初以为 这是一起入室抢劫案 但多利在检查了家里的贵重物品之后 发现唯一丢失的财物 就是弗雷德身上带着的一块怀表 其余的财物都没有丢失 多利强调 那块怀表上面镶满了钻石 是非常名贵的 在当地很少见 看来 凶手很可能就是冲着这块怀表而来的 线索三房子没有被闯入的痕迹 房子的各个门窗完好 没有强行闯入的痕迹 那么凶手是如何进入房子的呢 警方觉得 要不就是弗雷德认识的人 主动开门让其进入的 要不就是高明的盗贼 开锁技术比较高明 除了以上这三个线索之外 便没有了其他有用的线索了 起初警方怀疑 凶手会不会是妻子多利 可是经过调查 被锁在橱柜内的多利 根本无法出来 再说了 他也无法做到 在行凶之后 将柜门从外面锁住 经过走访 街坊邻居和同事都表示 这一所房子 只住着多利和弗雷德两个人 而更多的时候 是多利一个人在家的 所以他的嫌疑被洗清了 于是警方就围绕着 盗贼和枪械 去寻找嫌疑人 可是在那个年代 追踪枪械来源难度太大 走访调查了一些 有情况的盗贼 也是毫无线索 就这样 案件的调查 变得毫无头绪 随后警方决定 转移调查方向 从被害人弗雷德 和多利的人际关系查起 说不定是熟人作案呢 丈夫弗雷德 奥斯特瑞西 出生于1877年12月8日 是一位纺织厂的富商 有自己的工厂 家世也不错 妻子多利奥斯特瑞西 1880年出生于德国 具体地点没有记载 只知道 他早年的时候家庭贫困 生活非常艰苦 后来好不容易移民到了美国 但依旧处于社会的底层 经常要在农场里面 干些农活 不过多利从小 就生了一副美人胚子 长得非常漂亮 这让他身边 不乏一些追求者 多利成年之后 到了弗雷德在威斯康星州 经营了一家女性围裙工厂打工 不出意外的 弗雷德也被多利的美貌所吸引了 而从小生活拮据的多利 对于富豪弗雷德的追求 没有丝毫的抵抗力 很快他们就结婚了 婚后他们生了个儿子 但遗憾的是 儿子夭折了 1918年 弗雷德将工厂迁到了洛杉矶发展 自从儿子去世之后 弗雷德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也开始变得酗酒 每次回家基本上都是大醉 倒头就睡 对妻子的关心也是比较少 所以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多利和弗雷德家庭富裕 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但实际上他们过得并不幸福 警方在了解到他们的成长经历之后 发现弗雷德并没有结什么仇家 应该不是仇杀 那么会是情杀吗 经过调查确定 弗雷德并没有在外面乱搞 时间都花在工作和酗酒上了 妻子多利也没有跟男人独自外出过 弗雷德工厂的工人表示 多利对工人也是很照顾的 那么究竟是谁杀害了弗雷德呢 此时工厂的一位老员工 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索 说弗雷德之前曾雇佣过一位坐过牢的人 后来这个人离开了工厂 会不会是他贪图弗雷德的财富 所以才杀人害命呢 警方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 名叫爱德华确实有前科 可自从他假设出狱后 警方就再也没有此人的消息了 这个有作案动机和作案时间的爱德华 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可惜在那个年代 科技还非常落后 想在茫茫人海中找一个人 又谈何容易 警方一直没有找到爱德华 案件也就再次陷入了僵局 1923年7月 负责调查这起案件的警员 无意中发现了律师赫曼 夏皮罗 佩戴了一块香满钻石的怀表 警员突然想到 弗雷德被枪杀的时候 唯一丢失的财物 不正是一块香满钻石的怀表吗 于是警方就将律师夏皮罗 请到了警局 询问他你的怀表是哪里来的 夏皮罗表示 怀表是别人送自己的生日礼物 警方接着问道是谁送的 多利夏皮罗回道 警方一听 顿时觉得事情不简单了 于是就告诉夏皮罗 这个怀表是弗雷德去世时 丢失的重要证物 夏皮罗听到这里就慌了 赶紧主动向警方交代 我之前是多利的律师 主要负责弗雷德去世之后 财产继承的事情 后来我和他发展成了情人的关系 所以多利才送了我这块怀表 警方当然不相信他的话 还把夏皮罗列为了嫌疑人 可是经过调查发现 多利和夏皮罗在弗雷德去世之间 却是不认识 他们第一次见面 是弗雷德去世的几个月后了 这么说来 这个夏皮罗确实没有嫌疑 但如果他说的是实话 丢失的怀表 为何会凭空出现在多利手里呢 警方再次将多利行至警局问话 多利表示事情了结之后 我有次打扫房子的时候 在沙发下面发现了这个怀表 看来当时并没有被凶手拿走 不过我觉得丢没丢 也改变不了什么 所以就没有通知警方 对于这样的回答 警方也确实不能对多利怎么样 但确实重新怀疑起了多利 在多利离开警局之后 警方再次对他展开了调查 自从弗雷德去世后不久 多利就跟一位电影制片人 雷克鲁姆成为了恋人关系 这个雷和多利 弗雷德早就是彼此认识的 弗雷德还借过不少钱给雷 用来支持他发展事业 警方找到了雷 雷在警察面前主动交代了 在弗雷德去世后没几天 多利曾让他帮忙处理掉 一个神秘包裹 这个包裹很严实 但握起来像是一把手枪 他随后将其丢弃 在附近的一处利清坑里 办案人员根据雷的指示 在利清坑附近找到了这个包裹 里面确实是一把手枪 但长期在潮湿环境下 已经生锈了 不过可以确定 是点二十五口径的手枪 跟杀死弗雷德的凶器一致 有了这个线索 警方逮捕了嫌疑重大的多利 多利给出的答复是 丈夫去世后没几天 在家中发现了这个手枪 如果不丢掉的话 我肯定会被警方怀疑的 所以只好找好有雷帮忙处理掉了 洛杉矶法院认为 警方仅凭一支手枪 无法确定多利是凶手 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 只好想她释放了 警方也只能干着急 明知道这个多利 很可能就是杀害丈夫的凶手 可惜又没有确凿的证据 也不能拿她 怎么样 多利依旧是在外国的潇洒的生活 1930年 距离弗雷德去世已经八年了 这起案件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成为了洛杉矶的一期冷暗了 不过在这一天 一个重要的证人就出现了 他就是多利的律师夏皮罗 原来是夏皮罗跟多利闹掰了 要分手夏皮罗找到了警方 决定将其藏在心中的秘密河盘拖出 在1923年的时候 多利被警方逮捕 当时我们还是恋人关系 所以我经常去看守所看望多利 他当时让我干了一件事 就是带些食物到他住的房子里 还让我在阁楼的门上 用指甲划三字门板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多利自从丈夫去世之后 就是一个人居住的 为何要带食物到一个空房子里呢 多利告诉我 阁楼上面住着一个 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当我买了一些吃的 来到阁楼时 用指甲划了三字门板之后 门果然被打开了 里面是一个身材瘦小的年轻男子 看到送食物的是我 阁楼上的男子放松了警惕 还主动与我交谈了起来 他说他叫奥托桑胡伯 一直住在房子的阁楼上 我就顺口说了一句 我知道你啊 你就是多利同父异母的弟弟 对吧 多利都跟我说了 没想到奥托的回答 着实令我吃惊 奥托道不 我不是多利的弟弟 我是他的情人 在之后的几天 我每天都会带着食物去看奥托 一来二去 我们也混熟了 奥托表面看上去是个很胆小 很内向的人 但实际上他有着很强烈的倾诉需求 随着我们之间的熟络 奥托就向我讲述了 一个藏在他内心深处多年的秘密 1913年 那个时候的我才刚刚17岁 还在多利家 位于威斯康心中的工厂打工 有一次多利家的缝纫机坏了 指令要我前去修 当我赶到多利家的时候 他开门就穿得非常少 家里也只有他一个人 我可没管这些 只管修理我的缝纫机 但是多利就当着我的面 一件又一件的将衣服全脱掉 当时我只有17岁 对于这样的举动 丝毫没有抵抗力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可描述了 关键这还只是开始 多利的胜利需求很大 后来他三天两头地约我 刚开始的约会地点 是在附近的酒店 后来干脆让我直接去他家了 去的次数多了 难免就会被附近邻居留意到 多利就谎称我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是过来串门的 但是这样的谎言 很明显是经不住考究的 多利为了长期能跟我撕毁 干脆让我辞掉工作 住进了他家的阁楼里 我当时想刚好有时间阅读和写作 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就这样 我正式成为了多利阁楼中的情人 那个时候 多利的丈夫弗雷德 每天回家 都是喝得鸣顶大醉又邋遢 白天的时候 一早就去工厂上班 所以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虽然 偶尔我在阁楼上面 不小心发出声响 又或者 我偷了房内的雪茄 以及偷吃厨房的食物 被弗雷德注意到 但是每次都被多利给搪测过去了 还说他肯定是累坏了 让他去看医生 弗雷德也从来没有上过阁楼查看 而我晚上都静悄悄地在阁楼上 念阅读和写作 后来我的故事还在出版社发表了 赚了一些稿费 白天当弗雷德出门后 我就成了房子的主人 光明正大的和多利在家撕毁 当然 我还肩负着庸人和保镖的职责 负责打扫房间的卫生 和保护房子的安全 为此 我还弄到了两把手枪 以防坏人的入侵 我在阁楼一待就是四年多 多利的丈夫一直都没有发现我 1918年 弗雷德准备向工厂迁往洛杉矶 多利为了让我继续当他的阁楼情人 所以就提前在洛杉矶 找了一个带阁楼的房子 也就是现在我住的这个房子 然后让我提前先搬进阁楼住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四年多 转眼到了1922年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 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1922年8月22日 多利和弗雷德从外面回来了 两个人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 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 我在阁楼上面非常担心多利 但是又不敢下楼 只能忍着了 紧接着他们的争吵更加激烈了 后来就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我想多利可能有生命危险 也顾不了太多了 就赶紧拿了两把手枪 从阁楼上面下来了 发现多利躺在客厅的地上 应该是摔倒了 弗雷德看到我后 那是相当吃惊 很快就和我扭打在一起了 在扭打中我开枪击中了弗雷德 当时我们吓坏了 枪声肯定会引来警察的 思索片刻后 我们想了个办法 将现场布置程度时抢劫杀人 多利将弗雷德身上 镶满钻石的怀表藏了起来 然后我将多利锁进地锄 再把钥匙放在外面的桌上 最后躲进 阁楼中后来警方来了之后 果然认定这是一场入室抢劫案件 也没有人搜查阁楼 因此这件事情就这么完美的过去了 夏皮罗听了奥托的故事之后 简直是不敢相信 多利竟然在自家的阁楼上面 养了一个情人 而且这一养就是快十年的时间 不过当时的夏皮罗 也没有向警方揭发这个事情 或许是因为他也是多利的情人 又或许他有着自己的私心 夏皮罗将奥托带出了阁楼 让他改名去加拿大生活了 后来奥托成功到达了加拿大 改名为沃尔特克莱因 并且结婚生子 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警方听到夏皮罗交代的一切 虽然真相打白 但是他们心里却并不好受 要知道 警方对这起案件调查了数年的时间 却一直被多利这个女人 耍得团团转 从一开始就偏离了调查的方向 随后 警方迅速逮捕了多利 和改名后的奥托在法庭上 奥托被形容称是被圈养的人 他从17岁开始 就在阁楼上面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长达十年之久 在此期间 他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人 最后杀人的动机 也是为了保护他唯一的依靠多利 陪审团经过商讨 认为奥托不构成谋杀罪 最终他因为过失杀人 被判有罪 但由于超过了诉讼期 而被释放了 而多利虽然生活作风 上面有不端行为 先是嫌弃丈夫酗酒逼 后来在阁楼中养了个小鲜肉 最后在丈夫去世后 又和多个男人有暧昧的行为 在案件调查中 有多次撒谎做伪证 但是这些并不构成大的罪行 1936年 陪审团经过投票 多数人认为多利不构成犯罪 对他的起诉书最终被撤销了 多利后来一直在洛杉矶生活 直到1961年去世了 这一起案件被曝光之后 在洛杉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后来这个故事 还被改编成了小说和多部电影 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阁楼上的情人》和《阁楼上的男人》 在这个事件中 处处流行的妻子多利 乞过狮子不必多说 而另一方面 丈夫弗雷德在孩子去世之后 对待家庭的孝极态度 也是导火索之一 纵然他拥有再多的财富 又如何呢 最好的爱情不是锦衣玉食 而是身边的陪伴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研究院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